现在的利品金融版图 现在传出旗下的凯基证券 要跟阿里巴巴来进行合作之外 我们再来看到是包括了开发金 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 赢取这个万泰银 而根据平面报道 如果按照之前这个并凯基证的模式 那么至于在美股呢 收购的这个并购的一个价格 可能会上看十七块钱 可是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大盘桌的时候 开发金否认 但是在股价反映呢 我们看到开发金小涨 那么万泰银则是亮灯涨停 万泰银十号股价一开盘 就亮灯涨停忘到不行 中厂买单高挂六千多张 全是因为细事劲了 平面媒体传出开发金并购万泰银 价格已经排定 采用换股现金并行 收购价上看十七元 最快农历年前订案 开发金它拥有了证券之后 它再往商业银行去停进的话 就是等于工业银行也有了 商业银行有了 它可以做一些 例如说信用卡业务 或是一些一般房贷业务 开发金力聘商业银行通路 现在还传出阿里巴巴集团 震撼他旗下凯基战券接洽 准备成立合资券商 但就怕坏了这两门轻事 开发金五盘特地发出声明强调 目前的消息都是媒体意测 我觉得现在这个换股比 已经弹到这么高了 谁说一定要买呢 也可以卖啊 话说得很洒脱 嘴角还露出笑容 一线有并购猎豹称号 开发金大股东 朱仲林这一次要吃下银行 外界认为 万泰银行董事长卢振兴 将是一大关键 譬如说台中银行 甚至是这个京城银行 其实也有在点名 就是说这些创办人 也可能逢高会出脱 台湾金融要走出去 财政部举起公共病大旗 却一直没动进 反倒是民营银行 压子滑水 默默布局 赶进度 东山产业新的环境中 居台报道